宝马奔驰在其实中来说算是比较高级汽车了 其价格比一般汽车价格高出很多 但是在美国开一个宝马或者奔驰似乎很正常 于是有很多吐槽在中国买车贵 羡慕在国外的人花比较少钱就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美国奔驰伯马车里汽车价位也不便宜 大部分和国内是不相商下的 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美国和国内价格相差大呢 小编总结一下几点 首先我国大部分消费者比较喜欢买优惠率大的东西 车的价格其实本身没有那么高 只是商家在卖的时候先把价格提高 然后在有活动有余进行折扣 这就像我们商店每天在庆祝节日 每天都在打折 其实价格利润根本就没有变 其次就是配置的不同了 如果你拿同一款车 中国顶配的和美国低配的相比 价位一定会差出很多 因为美国一般收起汽车价格 习惯性的说的是裸车低配的价格 而在中国一般都以已经买好的价格来算 所以说法不同也造成了价格相差大的假象 以及在国内买车 只要买了就会向国家上钱一部分税钱 并且只要开车上路 就要先把各种钱交上才行 但是美国汽车报价 基本上是不含税价格 而国内是含税价格 所以明月上看钱要低一些 最后中国和美国汇率为1比7 这样的税率 在价格上听起来差距就很大 这个税率你怕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